對香港是有影響的 大家知道上兩任的澳洲總理 和對華政策是比較強硬的 於是澳洲很多產品不能夠運去 就益了香港 所以澳洲龍蝦配澳洲紅酒 大家可以用相宜的價錢品嘗到 即是說如果兩國關係是好 上蜜月期 香港的澳洲紅酒就應該貴了 但特別是中澳關係 在過去幾年澳洲前兩任總理 都比較和美國走得好 而美國都充分利用澳洲特殊的地緣政治 和美澳的傳統關係 也加強了澳洲 特別在軍事戰略方面的制華力量 所以中澳關係都曾陷於一個 新的低潮 對 今次就是17日至21日訪問 新西蘭和澳洲 會展開雙邊會談 《環球時報》的社論特別重點說 尤其重要 今次的訪問對中澳關係尤其重要 是一個歷史賦予新的意義 也是過去幾年以來的關係轉變 當然這個轉變也是相當重要 但一次訪問 我相信在經貿方面大家有些解動 但仍然關鍵在於 在軍事方面 西方整個圍堵中國聯盟當中 澳洲守住最南端的位置 所以這個戰略的部署 似乎也不會是 例如今次王毅外長的訪澳 而可以解決 今次我相信只能夠 在經貿問題上 大家取得一些傭兵 今屆澳洲政府 是亞爾巴尼斯做總理 他2022年上台 這時候調整了前兩任政府 《華球時報》用的字眼 就是對華非理性的政策 現在既然降溫又回暖 中方亦給了一個積極的回應 的確是 否則在建拔老章的時候 王毅根本騷擾不騷擾 怎會去訪問 當然 王毅出訪之前 那些開路工程 一定做得相當好 好讓王毅外長有所成果 當然香港人比較熟悉 澳洲葡萄酒 澳洲龍蝦 澳洲這些產品輸入中國 其一模模的 澳洲的抗產 對中國來說 那些高質素的抗產 對中國的產業發展相當重要 澳洲其實最大的產業就是抗產 如果大家還記得 就是香港的中信 投資在澳洲 其實抗產很豐富 只不過他們可能買得太多 沒有這麼大的頭戴 那麼大頂帽 所以出事 算錯了 當然澳洲 中國市場也很重要 因為中國差不多佔了澳洲 有整個對外貿易眼到三分之一 可想而知 兩國在貿易關係方面 其實沒有說哪個益哪個 做生意就是互惠 互相互比這個有務 即是你的產品適合我用 而我也需要去外買 因此貿易上的解凍成果是可期 但就看看幾天之後 看看王毅這次行程之後 大家有沒有一些比較具體的成果 清單列出來 不過我相信在經貿上是有的 在軍事上可能大家都不講字 當然不講字 剛才我們所說 你們是否能說葡萄酒和抗產之外 其實還有一件事對中國特別關心 就是過去那兩屆政府 以國家安全為理由 阻撓中國企業的拼購工作 和一些經貿活動 其實現在歐洲和美國 都是要防止中國在這個拼購 和經貿上 試圖影響當地的經濟和國策 例如我們昨天提到TikTok對美國大選影響 也提到很多方面經濟問題 也透露過現在美國其中的安排 就是找人買了它 今天有些報道說 原來那個新的買家呼之欲出 是 前財長來的 買起是否今次有一個政治角力 我其實是想拿你 這些招都頗厲害 買起你 這些東西大家都出這些招 不要說誰砌誰 我當然看到台灣的自由時報 今天的標題很吸引 講香港問題 也都是台灣比較清晰地 去回應到香港有關23條立法一些的看法 是的 這個自由時報的社論 開頭的那支筆一寫就當然是寫了兩會 但是筆封一轉 就馬上轉到關於香港的問題 他就說 你看看 除了你們關心沒有了總理記者會 還有修改了國務院的組織法 還新增了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集中統一領導 我自己看 香港和台灣對兩會的焦點是不同的 香港現在已經一窩蜂 就看看那個新質的生產力 就是黨中央或者領導人所提出的這件事在這裏深化 而台灣就用政治的角度去解讀究竟 中共政權裏面的變化 當然特別是民進黨的機關部 他們對北京的勢動向都相當重視 這個影響到台海安全十二體 因為很多事情都是針對民進黨的執政政府 但是他分析這個23條 他有一個觀察都挺清晰的 港府今次為香港基本23條立法 即維護國安條例草案 一共有181條 其中境外勢力一詞是貫穿整個草案 多項罪名都明定了 如果涉及勾結境外勢力會被加重刑期 但是另一方面文字定義比較模糊 譬如說有關煽動意圖即能入罪 好像持有庭刊平安日報的舊報紙也可能被扣 這也是他們觀察到這兩個重要 第一就是境外勢力貫穿整個法案 另一方面文字比較模糊 文字模糊 之前我也說了幾天 你到時都會去到法庭去解釋 一說到意圖 意圖在你心裡想什麼 當然有個環境作證 23條是要幫你想想意圖的問題 接著它涉筆已經寫到 你們聽不聽話 現在不要緊 因為北京已經牢牢掌握香港人的經濟命脈 加上北京有計劃開放這個單程證 經過簡選的中國居民可以來香港定居 已經移入了大量的人口了 保守估計現在 我不知道他們的估計在哪裡來 7至10個人裏面就有一個是新香港人 所以我相信自由時報 其實它又不是那麼關心香港的事情 包括它以香港為鑑 也都會表達出台灣今後 其實也都批評國民黨政府 你不要想著 跟中國政府抗得太近 你難以抵抗它各方面的分化 各方面的融入 那個力量很厲害 香港就可以引以為鑑 對 它就說你看看香港 香港現在洗人口 它用洗三個洗 就是換了人口 量變而且是側變 台灣就要引以為鑑 現在你國民黨控制了立法院 執政的民進黨反而在立法院裡面是少數 現在國民黨和加上民眾黨 似乎在推動兩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以國會之名 即是立法院 改革 改革什麼呢 推動有違憲 這個是從民進黨的觀念去看 違憲的國會抗權 國會抗了權 原本是應該行政機關做的事 國會自己立了來做 其實相對上壓制了民進黨的政府 所以韓國瑜做了立法院院長 我相信在野國民黨也會大力去推動 兩岸各方面的經濟各方面的往來 當然一個角度來講 是避免兩岸衝突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也是接受大陸各方面的經濟上的優惠 但是你從這個自由時報去看 你引香港為鑑 他說一定不能讓民主逆流進入台灣 是的 特別他也提到太陽花運動現在介換了十年 當年學生集結佔領了立法院 成功阻擋了馬政府 即是國民黨政府和對岸簽署這個服務貿易協議 其實精神和原則想說 整篇社論就是 香港換了人 換了新香港人 如果簽了服務 就等同開始慢慢慢慢 令台灣都和香港一樣 就正如自由時報社論 是自由時報社論的側面和量面 即是中方各方面的經濟力量 人員的往來都會加強融入台灣 從而慢慢來影響台灣 所以我相信賴清德政府 五二零就職禮在這方面都會站得很硬 也不會在兩岸關係上有什麼突破 但另一方面 明明在立法院方面 可能韓國瑜及國民黨的元老們 也在想如何促進兩岸關係改善 所以台灣本身也有兩股力量 來抗議 叫做院府力量 立法院和總統府之間 兩者之間在此角力 院府力量會否發展到 好像2019年修例之前 香港的狀態 是從建制派所說的一種內耗 內耗令整個社會好像不能向前 但是這種內耗有時候可能是無能為力 因為反對派是沒有辦法得為 但是台灣就有點不同 因為它的在野力量 在立法院能夠主導 也是台灣的政治微妙之處 我們在香港 我們只能夠好像政官其變 隔岸去看時局變化 不過很多事情 其實與香港也有間接關係 對 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